大家好 这边是RPS的狂比阵所谓该来的躲不掉 说到暑假怎么可能少不了夏日泳装活动 就在近日所有纯实都要灰飞烟灭的概念 是说后面还有王冠活动 真是惨烈 这次的参战选手有五名 立会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让我们流着口水来帮各位介绍吧 也希望大家都能吃吃冰淇淋消暑一下啰 第一名是我们的天气姐姐 沙泰拉最强地控代表 前前威猛了非常长一段时间 这次是否也能滚住宝座 火属性的弓箭手很有晴天的感觉 配音员伊藤加奈慧有名代表作是有少的薄奇辛奈 还有芝田辛奈电磁炮的左天内子刀剑神域的杰翼 非常活跃的一名声哟 来看技能部分 首先就是开场自动给的S1 进场先卖萌一下 S1是带演出效果并给予周围极度燃烧的攻击 并上BUFF 晴天之力解除状态低下效果 同时召唤两个晴天之光 子击帮打 懒人专用 看起来威力应该也不俗 S2则是可移动的范围攻击 时间短范围大造成伤害时还可以累积爆气条 应该很好用 角色特征是晴天之力可以让自己不被敌方上状态 长期战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存在 另外节目中有提到极限爆八季的演出 可以期待 第二名最美的村姑席也啦 哇这张插画真是 主持人都说这应该是夜间私人泳池用的泳装吧 加上可爱的龙龙救生圈 这大家还能忍吗 这次以光属性战斗斗士登场 配音员宇宫天宇崩坏女神阿克雅最为出名 另外当然还有七大罪的伊丽莎白以及众多角色 技能部分开场一样送一发S1的啦 S1是带演出效果的范围攻击 并追加龙魂效果 此效果会形成一个攻击力长可持续攻击 而且此元库攻击可以回收SP S2则是可移动式的光线炮 简单暴力实在 加上可以回复我方的HP 角色特征是利用战斗的蓄力 超过两段阶以上就会附赠伤害盾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好用 蓄力回SP 元库攻击回SP S2则是回HP 可以说是相当全面 重点是人美真好 第三名森林巫女爱马登场 翘皮可爱的爱马来啦 这也是许久不见了 这次以雷属性的枪冰登场 黑影员嘉蔚雅一有名的角色 应该是干城辉煌热源救世族 里面的人气可以说是最高的 千斗五十零吧 当然还有恶魔高效DXD的 螺丝威瑟也很棒哦 最近还有配光之美少女的吉祥物 拉比林 技能部分 嗯没开场送S1 还以为每个都送耶 S1以自己为中心范围攻击 并赋予幻兽自然属性敌人 思考速度低下状态 同时还会立一个岩植树吸引炮火 S2则是召唤海豚乱武攻击 并最后以光线炮收尾 同一时间会帮我方上状态异常护盾 击破敌人回复SP 角色特征就是内剑对幻兽自然属性伤害加成 加上S1可以让这两属性的敌人变笨 以及力数吸引炮火 连线时应该对大家有所帮助哦 第四名角色 狮子的美人鱼瑞秋登场 这应该是第二次登场 先前是严肃的故事 则是以美人鱼水属性双刀姿态登场 应该会轻松很多 黑影员长江里家最出名的角色 应该是游戏三人娘的奥利维雅 后来也有配偶像大师的九三萨 期待其后续发展哦 技能部分 S1是带有HP吸收效果的突进攻击 同时消耗所有水珠 对应水珠数量攻击次数会不同 S2是发射大量水炮并挤一颗水珠 最多可以挤到三颗 为了对应S1请多挤水珠 角色特征部分 S1如果是消耗三颗水珠的攻击 则同时带有除抓技外的攻击无效 及状态无效效果 所以就是靠S2挤水珠吧 最后是我们的男性代表 北方冰牙维克多帅气登场 你的勇裤好像快掉下来了 这次以水属性大剑式 骑着冰龙帅气登台 平原高板赌制 代表角色是意带利的普鲁士 也就是基尔伯特 被杀米特 技能部分 S1是无视防御的冰鼠三连斩 并附带装甲力场 S2则是必定暴击的冲撞攻击 最后冰龙还会冲出去咬人 可以移动操作加强大剑的机动性 还会追加伤害力场 而且这个伤害力场还有极度冰冻状态 角色特征部分 SP越多打人越痛 S2急破敌人可回SP 加上伤害力场打人也会回SP 多多利用大剑的即时反击 让SP保持最佳状态吧 故事部分 季节来到夏天啦 来自冰之国的请求而集合的5人 到底会是怎样的委托依赖呢? 这次主要会是夏之冒险赏花大会海底探险三部曲 要先打完夏之冒险才能进行另外两篇故事哦 针对赏花大会有各个角色的特别故事 务必来解解 有很多拍照的好场地 请大家留下夏日的美好回忆吧 这次饰品建筑石板称号贴图5种收集要素 请大家自行取用 然后课金包不出意料的登场啦 若没有美好的夏日邂逅 就靠石头砸出你的美好练曲吧 也有冰果任务 从8月14下午3点开始开放任务 然后这次在台湾有机会拿到的商品 来啦啦啦啦一番赏 逼赏逼赏是大玉京 尤其是337超想要的啦 有机会一定要去抽一下的 好的 那么这次也祝福大家能在夏日 普出美好的练曲 希望您喜爱的角色都能来到空岛 与大家见面 至于我妈这村姑 我我觉得不行 理智快不行了 这次情报影片就此结束 我们抽抽影片再见 啊角色累积一堆做不完呢 我们会尽量補齐的 感谢各位支持 感恩村姑赞叹村姑 拜拜